10月1日,沙田國慶日,在沙田草地跑道上演10場賽事 會採用私家三跑道,這場跑道出名是利前置領貨的馬匹 內疊前置馬匹的優勢特別大,當位形勢、跑法對賽果的影響十分重要 剛剛星期六有10場賽事,有7匹頭馬都是熱過身的 熱過身的馬表現有大幅進步,例如日日獎、領航傳奇等 甚至兩區好友都會有很進幅的表現 熱過身的馬都要特別留意 事不宜遲,我都會為大家介紹兩匹參戰馬,有實力、半冷心水 希望能幫到大家贏錢 分別我介紹的是第五場四班草地千四米賽事 另一場是第十場三班草地千四米賽事 千四米賽事普遍來說都是要講求沒斷的爆炸力 我選擇這支11號的年年歡呼 年年歡呼,看看數據顯示 它是全組第四的賽區 另外,沒斷時間是第一的 我講過千四米逃程以上的賽事是講求沒斷時間 即是鬥爆沒斷的,通常會遇上正常偏慢的步速 所以我選擇這支11號年年歡呼 我們看看一支什麼馬 這支年年歡呼,11號就是今季轉頭尤達榮馬房 尤達榮馬房今季初出第一支,第二支戰馬 第一支是第一場頭場的魅力一心 這支是第二支戰馬 配上田泰安的,背著120磅,排著一檔 現在是49分 這些六歲的澳洲自購馬來的,完全成熟了 我們看看一些統計資料 它草地是最好的路程來的 取得一貫兩瓦 這個成績算一般般,OK的 看看它的賽積顯示 它曾經在60分的時候贏馬的,是上季256場次 我們找給大家 256場次,12月17日23年 它當時是排60分,135磅 也是配田泰安的 當時也是排一檔 今次它也是排一檔 但今次的評分已經去到49分 跌至評分身低 當時它堪贏那些 安泰、德爾等的馬 表現相當不錯 當時買到39元 順利打開勝利之門 它頭三段58秒72 是正常的標準時間 每段時間是23.32 完成時間是1分22秒24 只是萬個,基本時間是0.1秒 即是正常的步速 第一場一春六過了 它硬堪隻安泰、德爾省、紫荊站放等 我們看看它的表現 排一檔後上馬都不怕 都可以兜出去衝 2號在一檔,綠色帽 粉紅色衣服就是這樣 前面是神速馬車 高份數,外面是紫荊站放 裡面是沙真金光 中間是街覆區 沿途手在中間的位置 2號就是它 外面是安泰 戴著眼袖是馬主洪峰 裡面是無敵勇士 前面是高份數 紫荊站放 這個連連歡呼 排了一檔出閘都不算太慢 現在貼來手在六七位 緊要我部速 看看它如何轉出來 高份數放著正常的報速 紫荊站放 沙漿、金光 全部都是短途馬 外面是神速馬車 裡面是連連歡呼 外面是街覆區 中間是美系系的馬 外面是黃衫 外面是馬主洪峰 現在連連歡呼 走出二碟 硬出去三碟 望空 這裡已經是耗整二代 田蟹安已經爬上來 第二、第三位 直路打一邊 收拼回馬 轉右手邊打 這裡 輕鬆過 外面有隻安泰追 外面有隻霸主洪峰 裡面有隻蔡德爾 紫荊站放 很輕鬆 沒斷按住回來贏 不要忘記它是背著135磅 這裡轉左手邊打 打兩邊 最後50磅已經收僵了 按回來贏 雙雙彈套 之後再出 安泰再出再贏 保重 順利 這場水準不差 但是這匹馬 上去三班之後 就站在這裏 不太適應三班的步速形勢 加上跑法很被動 所以沒有什麼表現 直至之後一場谷草 縮情賺級數 跑回到大位置 直至上季尾 一場 最最後一場 五彭智馬房 全力爭冠 當時七六七場次 配著潘明輝 排著13檔 13檔 非常不利 這個檔位 僅僅輸給喬峰 跑第二 頭三段 57秒86 快個標準時間0.79秒 完成時間1分21秒 59 快個標準時間0.5秒 即是前快後快的時間 很出色的 這個 那 喬峰順利贏馬 因為喬峰一載在四班 贏馬 他僅僅輸給喬峰 輸四分三馬位 贏一喜美麗 和智智多寶 智智多寶 智智多寶 再出今季已經保重了 跑第五 那隻行運星球 上季尾 谷草千二保重 這些馬 都是有水準的 我們看看他怎樣跑 他排著13檔 當時的處境是非常不利的 我們看看他 13檔 最外面 粉紅色衣服 綠色沒有 現在出來前面就是聖利神區 連連峰呼 按住在後面的教侯位置 外面就是幸運星球 裡面就是你知我得 第三位就是喬峰 裡面就是新力好的 連連峰呼 現在頂住美後第四碟 包面位置 旁邊的是威之星 裡面就是標之將來 前面就是聖利神區 和幸運星球 放得比較快些 形成快步速形勢 馬群都扯得很散 尾二狀態 連連歡呼 在後面都逆步逆吹 現在就在尾二狀態 慢慢兜出去衝 這條跑道 田草這裡比較虧位 沿途走三碟 轉彎出去 還可以走四五碟 這條洩位甚多 前面就是 印韻星球 勝利神區 做得比較快些 連連歡呼 已經跑到最外截線 狂衝 而一轉右手邊打 潘明輝 當時 喬峰已經走掉了 這裡 追得很多 裡面就是 至至多寶 和一喜美麗 連連歡呼 狂打狂衝 力灌注到底 追越近的埋門 只是四分三碗位 這個表現 相當相當出色 跑出場水準 在這場四班 夠拼 這場是很勁 的 充斥能力 這隻馬 很大隻 耕耗耕耕 上季都出賽了很多次 現在的評分一再減下去 去到49分 賺了11分 埋門 轉了馬房操練 都相當積極 在9月17日 1000米閘 他都會試了閘 200米加速 後上奪冠 贏著看落高球 龍彤飛翔 這些 搖搖領先 都是搖搖領先 有勁的對手 我們看看他這場試集 留意出閘情況 他不是太慢 排在四檔 四檔 四檔 粉紅色衣服 綠色就 一出閘 並不慢 旁邊的龍彤飛翔 他現在放在後面 因為始終1000米 直路 落腳都比較慢 現在沿途穩著遮擋 左手邊 第二隻 是搖搖領先 都是指標馬 前面是看落高球 領防那隻 連連風呼 現在是包尾位置 找少少遮擋 前胸 其中有少少汗濕 都是正常的 他現在沿途穩遮擋 看看如何拉出來衝刺 這裡 開始衝刺 給兩部 頭 雖然有點惡高 但還是有反應 他的加速力 這裏顯示是相當之好 轉入去裏面 看空 撒開大步 逆步逆吹 追近直 看落高球 賣滿 還贏了試襲 試襲的後段 都是越比越有 越衝越勁 看到他的余勢 都很強勁 越走越遠 反應到狀態 已經來得相當之好 趁季初對手狀態未來 他趕快打快工 希望幫馬房散兩招牌 這是新馬房 尤達榮馬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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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隸屬澳洲系 其實他是一個英國人 他跟鄂敦有關係 跟香港比較有淵源 這隻馬 我就用來首選 再看看 因為他這次 除了配備 綁回舌頭 可能對他來說 有充滿新鮮感 這隻接近1300磅的馬 非常大隻 金牛金砌 健康都相當正常 用最佳殺手田泰安 和他贏馬 最佳拍檔 希望 打響頭炮 頭一次出賽的馬匹 就取得勝利 所以 用11號 連連呼呼做膽 其他戰馬 逐隻分析 1號快樂高球 快樂高球 是隸屬羅庫泉馬房 配著報紋 這匹馬 1400米都是好手 跑過4次 一貫兩貴 表現得相當準成 近期羅庫泉馬房 比較離得遲 馬房還未開齋 好心急 這匹馬 初出那次 都跑得不錯 這匹馬 就跟回來 雖然 背著135磅 都狂追 沒斷做過23.23 都不失禮 完成時間1分21秒94 都是快的時間 比標準時間快 因為那匹馬 斷斷快 隊伍起運 就突然變身 就斷斷快 贏馬 頭三段 58秒43 快 比標準時間0.2秒 完成時間1分21秒65 快速標準時間0.45秒 反映到這場馬 水準不差 越跑越快 表現 這匹馬 還是四歲仔的澳洲PVG精英 仍然有上升空間 這次雖然掛頭牌 但排著131磅 都對他有利 不需要太多死磅 另外排著3檔 都對他好 他可以放在裏面 守好位 沒斷狂衝 所以我Q腳 都要預算他 2號 歌舞拳 歌舞團 就是5歲的澳洲自購馬 希斯馬房 三戰裡都輸20幾個馬位 完全沒有追勢 沒有走勢 也沒有放頭能力 暫時未見街處 可能適應環境不來得很好 1050磅的馬仔 比較輕輕 有待引證 周俊樂和希斯的合作 成績都比較差 上季只有一隻 建策群鷹交過3面 其他都是落敗的 今季交了一隻給他 天使名區 也是落敗的 這隻人馬組合不是最佳的選擇 所以我就放下它 暫時不看它 3號 自己話事 自己話事已經出賽了7次 全部都大敗 這匹馬的質素有待引證 雖然是蔣小妹引入 不過可能來得不太好 不太適應 1100磅的馬就不太成熟 在外地 它是贏一些臨地 軟地 會比較出色 可能臨場變化地的時候 需要留意這匹馬 暫時看賽職 它又沒有速度 又沒有爆炸力 暫時未見街處 可能三落四樓有少少威力 不過都要看它跑一兩次 我們暫時觀望一下 這隻不看了 4號戴世智庫 戴世智庫 戴世智庫是一匹1400米特加的好手 取得三冠兩亞兩季 這個路程是相當之好的 它經常都可以一個快的步速 放一快的時間來取四 由以上季760場次 配著賀銘連 前快後快彈脫我那隻薄愛先鋒 剛剛薄愛先鋒 沒斷狂追 輸給伏兵大聖雕神 衰白爺榮 他比伏愛先鋒 大勢智庫 他選擇一個私家三跑道 大利前置的跑道 亦對他有好處 雖然排著九檔 但如果早段夠快 埋到男人 他威力大增 這批馬 時刻都要兼顧 因為近期狀態都相當出色 他在44場次 亦放回來 跑一個第三 之後見到初戀 初戀 初戀再出再贏 智智多寶今次的 贏馬 這些都是很好的水準 我都會計算他 四號大祭師傅 五號 元朗精英 元朗精英 文家梁馬房 配著楊明倫 開羅戰 我都介紹給大家 但表現比我預期失望 早段出閘後 落腳不太快 沿途三碟 望空競巧 回來 末段落敗 輸四個多馬位 他末段只跟回來 比哈羅威和連連有型 是彈掉的 那些增強全部彈掉的 就算是智智多寶 他也跑輸給他 智智多寶 是輸了部速形勢 但元朗精英 賺了 他不應該被哈羅威和連連有型彈掉 連連有哈羅威 已經再出再保重 這場是高水準 但他輸得比較遠 今次增程 排回帥仔當位 可能對他有好處 但上次我覺得不至於那麼差 可能今季狀態未來得很好 這個馬房 文家雷馬房 利冷忌熱 太熱碗 這隻馬有少少明星味道 如果太熱碗 都不適宜投注 要避一避 而今次增程 我一般般可以拖 但不是很穩陣 這些馬要估 我相信臨場未必有賠率 可能只有五至十倍 所以我大膽一點 索性熱碗 我就不要他了 要這套同程實力馬 六號 君達德 君達德 這個路程都不錯 曾經跑過七次 取得一貫 一個第三 他取勝的冠軍 是在三班 他當時是排著六十分的 一月十三號 三四二場次 這場是硬撞的 14號 當時配著潘明輝 一百一十四分 排著一檔一放而返 雖然賺了慢步速 頭三段 59秒 正 慢個標準時間 0.500秒 完成時間 1分22秒 46 慢個標準時間 0.66秒 前慢後慢 僅僅 爆贏對手 贏同樣美麗 一定美麗 這些馬 這場的水準 一般般 但始終贏三班 現在去四班 他還有五歲 五歲的澳洲馬 還有進步空間 現在是 當時是六十分 贏三班 現在是五十六分 排四班 雖然排著十二檔 但私家三跑道 他的放投戰略 亦是對他有好處 他賺到前置的好處 今次 他的對手 都是元朗精英 這些大小智庫放投 都是可以一起賺 上一次 季內初出 在六場次 潘明輝 都是 排著八檔 快放 沒斷落敗 賣門落到啡價45元 有息之士 看好這隻馬 輸給日斌 妙星和堅廠 堅廠 堅廠再出再贏 他贏過博愛先� 博愛先� 博愛先� 再出也跑過第二 銀進跑第三 這場也是高水準的賽事 這隻馬我都會用來做Q腳 拖著它 7號 熊運掌聲 熊運掌聲今季上陣過一次 少少稍追 所以 他 這麼一段時間 23秒18 都是相當不錯的 已經是有走勢了 這隻馬要留意他的進度 慢慢跑一下跑一下 他的進度已經開始來 之前就有些不良於行 加上狀態微離 他又表現比較失望 現在近期他踢了一次之後 體重沒有變 仍然有1060磅 反映到健康狀態 操練正常 對他的進展都不錯 蔡若翰的馬 戰馬越跑越好的狀態 這隻馬 都可以三四重踩一腳 可以留意 8號6支 6支就是1400米的好手 我們看看資料 他取得一貫一壓一貴 上次初出菊草 我都提供給大家做腳 可以用來 這匹馬 之前在黎超星馬房的時候 都相當好的成績 前季 上季開始回氣 評分一追加上去 上次在菊草1200米 希望縮情賺級數 可惜跑回來 爆炸力比較一般 每段時間23秒31 回來的時候 他連隻起眼光都過不了 表現不過不失 不是太好 我就不要他了 上次是失望的 9號上進奔騰 上進奔騰跑過五次 今季都上過了 都是無甚表現的 這些四歲馬 自購馬 仍然有待 引證 和適應環境水桶 暫時我不看他 讓他有接近表現 10號佳益線 佳益線 佳益線都是審集成馬房 五歲的自購馬 澳洲自購馬 上季曾經在菊草約組上名 但是那場水準非常一般 贏了那些 輸了那些佳穿衫 還向今季再上陣都沒有入位 之後擊敗的對手 都是不出色的 那場的拆組水準比較低 我就不要他了 11號連連呼呼 就是我的馬膽首選 12號添喜運 添喜運 今季初出爆大冷 那一場是五盤子抵出 有型人揹飛 18元 自己特馬房抵出 爆冷成功 那一場馬 沿途快放 頭三段 58秒43 快過標準時間0.2秒 完成時間1分21秒65 快過標準時間0.45秒 前快後快 那一場馬的步速形勢比較古怪 他自一外疊 沿途三疊 競走 完全沒有遮擋 回來可以貫注到底 通常這些馬爆完之後 就沒有什麼表現 這場馬是硬撞的 這場馬房抵出的 那這些馬 通常爆完之後 第二次就走樣了 好像奔妙星那些馬 那樣 我就不看好了 有很多原因 一來他加了分 第二來 他就是 他的檔位也是差 而且 上次的水準 很懷疑 似乎有讓路之嫌 他是不是有這麼高的實力 我們仍然要觀察 1223磅的馬 都比較大隻 吸毛吸跑 他都可能會近 但我建議 我就不追寶尾 我就不要了 13號 官天下 就是葉楚行馬房 今次突然換上潘頓 排著11檔 綁一條利仔 4歲的紐西蘭 自購新馬 上季兩次 都會有後上 追少少 沒段追勢 上一次 就沿途三跌 回來後追 沒段走過 23.22 跟隨回來 他沿途虧位 所以回來 就不是好追 前仗 這場就厲害了 遠地 排著11檔 都是有走二三跌 滿段時間 23秒正 回來輸三個多馬 沿途虧位 他有追細 這筆馬 這個時間是不錯的 今次突然起用潘頓 潘頓仔和他執姜 在神粗裏面 試襲比較出色 在試襲裏面 比兩比就可以過了 這筆是不明物體 潘頓仔120磅都肯做綁 這些都要高度關注 因為潘頓和葉楚行 今季已經交出一貫一雅 有兩個上名 這些組合都要時刻兼顧 我就會拖回它 綜合我第五場的心水 我會選擇馬膽 11號年年豐富 Q和HQ膽 膽拖1號快樂高球 4號大勢智庫 和6號均達德 3、4重彩腳 我會拖回5號元朗精英 和13號觀天下 至於我另一場的心水 就是第十場 三班草地千四馬賽事 我首選馬膽就是金勝明區 這場我簡單介紹 金勝明區這個路程是路程專家 四戰兩冠 兩個第三下 從未輸過 從未失過前三 馬匹的鬥心非常鮮明 這場馬上季尾贏了一次 是有反部速趨勢的 頭三段59秒31 賣的標準時間0.66秒 完成時間1分22秒44 慢的標準時間0.34秒 前段比較慢的步速 但沒段做個靚仔時間 沒段做個22的7三下 反先對手 扯回快一點點 完成時間 迫打的對手不差 宜昌奇兵金貴初出 剛剛就上名了 另外天天得樂 再出贏馬 神驅馬鈴 金貴再出 跑第三 日池千里 再出谷草千二 贏馬 這些都是好的水準 這隻馬 末段仔細 是相當強勁的 我們看看這一場怎麼跑 金盛名區 一出閘在中間位置 三號仔那隻就是他 戴著粉紅粉紫色眼罩那隻就是 前面多匹馬追趕 天天得樂 日池千里 天天得樂 走去放頭 他放在中間位置 金盛名區 三號仔 粉紫色那隻就是 外面有幾多幅 中間是勁進天下 他守住中間位置 緊壓步速 他不是太落後 粉紫色眼罩 那隻就是移槍奇兵 最後那隻就是威之聲 前面是天天得樂 天天得樂 比較慢的步速 幾多幅 中間是日池千里 有少許搶口 外面是神驅馬鈴 虧不起 中間那隻金盛名區 司機就擒住步速 已經不讓他走掉 這裡看看怎麼轉出來 粉紫色眼罩 還在金會聲聲後面 一路移出來 而有隻翅士奇葩在外面 外面望空時 加速力截然不同 不是四班的水準 後面那隻威之聲 在後面食塵 加速能力很強勁 在金盛名區 中間是金會聲聲 勁進天下 裡面有移槍禽兵 在外面很輕鬆 一夜就過了 回來只推 末段加速力相當強勁 只要他望空 一路移出來衝 他的追勢很貫注 所以首小日馬鈴 就是九號金盛名區 腳拖回二號紅愛蛇 Q和衛Q腳 二號紅愛蛇 一隻馬由民間良馬房 轉了倉去偉達馬房 他有二落三的優勢 看看圖程 這四米是最佳速路 兩貫三亞 曾經呢 曾經在87分 跑第二 當時是202場次 202場次輸給非鷹號牆 和贏武林麥馬 這場水準都不差 當時是43倍 現在的評分一再減下去 當時是87分 現在是71分 賺了十幾分 所以這隻又有漂亮檔 我都要兼顧它 另一隻Q腳 有蘇慧妍 一定要拖在方家柏 他師傅 這隻星運少爵 之前在1400米 經常上名 取得一貫一雅 今季已經熱身 上次在直路上 塞了 未能看空 今次是何摘搖 霍雲星 因為何摘搖 要騎那隻 呂健威的勁駿駛 找來霍雲星跑 熱身 這對他來說 也有好處 加上眼罩 令他更加集中 這些冷碼 我會拖在他 8號星運少爵 另一隻 就是何摘搖 勁駿駛 何摘搖騎 呂健威馬房 上次是楊明倫 爆冷 爆巨冷 一直跑第三 這場馬 高水準 仗義再出 跑第二 愛爾龍 再出 跑第四 這場馬 都是有水準賽事 我都會保留 因為這場時間 都是出色 完成時間1分 21秒17 快速冰箱時間0.63秒 都是時間帥 這隻質身馬 仍然有進步空間 可能谷水去跑打比 所以我的腳要拖著他 另外三四重彩腳 我又要拖回 四號的快博 快博 在這個路程 又是取得一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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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要換妹妹仔 黃寶梨上陣 輕上加輕 可以描住115磅 他已經熱身 有備而來的 曾經在703場次 輸給大浪桃田 贏球星 大浪桃田 這些馬都是千四馬好手 球星今季再出 已經殺得天天同樂 再一次贏馬 這場馬都是正常步出別 另外沒斷偏快 他可以沒斷做過22.49 沒斷爆製力相當強勁 看看妹妹仔 可否發揮後勁 四號的快博 我三四重彩腳 冷門我都會保留著他 另外五號老班精神 上次同情實力 上次輸的對手都是仗義 勁進區 勁進區我都要 所以這隻老班精神 我都要肩負一注 綜合第10場 我的心水就是 我會用9號金聖微驅膽 膽拖 2號紅愛社 8號聲雲笑著 11號勁進區 3、4重彩腳 我會拖回4號的快博 5號的老班精神 另外我會 說回1號的 壯志靈魂 他是潘頓仔 他試回閘 但他沒什麼前速 這隻馬如果沒有前速 另放不到 就會對他有一點點 疾愛和增性表現 所以我會放後一點 不要他 因為他背著重磅 另外美利蟹後 今季未有狀態 都是快放 暫時不再看 因為評分都比較高 他加了上去之後 現在69分 都是處於高位 另外6號的精英 都是路程的好手 但評分都加了上去 之前在722場次 跑第二 加了分之後 就無慎表現 狀態都下了 我就不要了 另外7號 時釀歡欣 上次就在直路上 打開了 打下去沒有反應 狀態不理想 另外評分都比較高 可能要消費一下 10號是北格外球 自購馬 初次初出排14檔 除非要超很多 否則一出排14檔 很難跑 另外12號是艾利奧 上季長期見勇 評分就處於很高很高的位置 今次用了希威森 沒有綁減 前置是馬匹 希望做些報速 暫時我就不看他了 13號長龍區 兩次都沒有表現 14號的色總少 這個路程是好手 不過傷患很多 小心他已經流過鼻血了 出賽頻率不正常 這匹馬我就不看了 多謝大家收聽 希望幫到大家贏錢 祝大家一個慶節快樂 希望你都會訂閱堅仔 給點讚我的影片 分享我的影片給朋友仔看 另外可以關注我自己私人的賽馬頻道 就是重徐Ryan賽馬攻略 多謝 希望下次再為大家分析 下期再會 拜拜 神花 甚至 九 八 八 八 七 八 六 八